我的朋友,你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的,你知道不? 你肯定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,对吗? 你肯定伤害了一些你原本不应该伤害的人,是吗? 你也终于错过了一些你本来应该抓住的机会,对吗? 你为此耿耿于怀,辗转反侧,让自己难过,过不去,对吗? 因为你感到遗憾,对吗? 但是我东西会不是也在这安慰你吗? 你觉得遗憾是对的,人生一定要有遗憾,而且遗憾来得越早越强烈越好 因为越早越强烈的遗憾会告诉你后来怎么去珍惜,对吧? 谁让你大学暑假那会儿,这个,觉得说,给几个学生当家叫把课暗示上完,重要 你当时觉得那个重要,你始终不看你外婆,等你到的时候,外婆已经没有意识了 那就是我年轻时候的遗憾,那是我真实的人生经历,对吧? 那年我才大一,暑假,就为了给自己挣点学费,挣点生活费钱 遗憾来得又早又及时 但只不过我的遗憾代价有点大而已 所以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给你啰嗦 我就是希望你不要经历这些,你觉得呢? 来,导演各位一张纸,这个桌子擦一下 万一会儿讲书吧,书弄脏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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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